苗乔伟就是大侠 他真的是大侠 然后是一种就是 怎么说呢 是 很有智慧 然后很可以压住整个 场面的那些大侠 就站中间的那种 对 然后黄瑞华是那种很稳重的 就是如果要拍 这红西关一定是他 放逝玉就不行了 就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 稳重的好人的那个角色 是他 然后唐真叶是比较帅 然后所有漂亮的 所有漂亮的角色都是他 就是长得帅 你也认为他帅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那个时候 因为他比较像 就是那种比较精致 就是眼睛不是那么大 但是很明显 鼻子很小 然后我们鼻子那么大 那梁朝伟呢 梁朝伟是属于 他是最年轻的 他是最厚的 是我们五虎最厚的 就是在我们 是要凑一个五虎 他才来的 最后一个出现 最后一个出现 然后他是最早红的 最早红的 然后他的角色 都是一种比较有内念 的聪明小孩 然后那个他跟 他跟黄瑞华 有另外的一部戏 他已经训练班出来 已经红了 红了之后 我拍猎鹰的时候 对 他也有演 他也是演女主角的弟弟 也蛮重的 那个基本上是 男二男三的那个位置 对 那个时候 但是就是那个 相成浪子之后 他就已经是主角 今天跟华仔在这 做他四十周年的 这么一个回顾 有好多细节 因为他事先不准备 我们就说好了 不准备 就聊到哪是呢 对 所以可能好多细节 他也不记得了 但是我们导演组 分别采访了 这些老朋友们 然后让这些老朋友们 帮他回顾一下 看看当年是什么样子 首先看一段 苗乔伟的采访好不好 三哥 三哥 你知道为什么 叫三哥 为什么 这个是我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主要难度太高的动作 都是由我来担当 我记得 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 我跟华仔两个 就练习 我在上面滚 他在下面滚 华仔在滚 滚管的时候呢 舌头会伸出来的 但是我一不小心 就在上面压 压住他 他的舌头呢 就咬了一半 就差不多断了一样 但是万万想不到 这个受伤呢 会让他成为 一个歌手 成为一个天王巨星 太厉害了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记得 真的咬得很厉害 咬得很厉害 这就 也没他说 那个 我其实那个时候 唱歌也不错了 然后他为什么叫三哥 为什么 你知道四哥是谁 谁啊 谢霆锋的爸 哦 是啊 他就永远就是 对 出来就很 谢贤先生 对 然后他再四哥 他还比他还要出来 所以就排第三 就是这样叫的 对 就是这个原因啊 那么这里面有二哥吗 没有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今后也许会出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五虎》当中 黄日华先生的一个采访 肯定不是我了 那个时候我连吉祥嘛 三哥也是一样啊 都没那么成熟 我觉得在我们古兰当中呢 汤真月是最漂亮的啊 他是帅哥一名啊 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啊 女妈妈啊 都真的非常喜欢她的 他写的她自己 真的啊 你不相信问问他们 那个时候我很多头发了 很帅啊 我比较爱打扮嘛 出来形象比较贵气一点 所以就就 我觉得是 应该是那个时候是最帅的 南朝卫就比较小孩子气 华仔还有baby fat 然后三哥三个时候 那个时候 比较木辣 高大 当然现在是很帅啊 但是越长的话 就很有魅力 现在是最丑是我 我头发都要光了快 当时 汤先生应该很多人追吧 那么帅 对啊 听说了 对 这个 他们 他们 他们真的 很 很特别 我们这一群人很特别 我们的 我也不知道 我跟 我以前跟三哥比较好 然后黄日华 汤真月就没那么多时间 一起 因为我跟三哥是同一个经纪人 对 说你现在 开演唱会 前排的好位置 还要给他和 他太太留下来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五虎 现在都有机会拿到的 对 现在他们的身份差不多 哈哈哈 哈哈哈哈